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去冲浪,人特别多,因为离海要远一点的地方的温度非常高,已经达到了30多40度,甚至超过40度,但是在海边才20多只,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路上很多人去海边。 哇,今天风很大,温度也比较低,现在是23度,大概华氏的话是76度,然后风很大,我们去先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如果可以我们玩,估计是不行,风太大了,冷的,跑快一点。 今天还是Huntington的那个冲浪比赛,那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这个风是从海那边吹过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浪都是乱七八糟,在那边Huntington Beach那边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我回来了,不离开来了k 我送了 岳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孩子呢 他们特别开心 就不管是风这么大 我们还怕他会觉得冷不玩 结果他们还玩得挺好的 那就拿东西出来陪他们玩吧 然后我也顺路就下水去玩 这次冲浪的感觉其实没有太久 但是我觉得我体会到了从长版转短版的所有的过程 我都能感受到了 第一个就是短版的话它跟长版不一样 长版的话你在一个直浪在后面推 你直接往前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动力 因为你的板比较大 另外的话浮力比较大 你站在上面的话一直能推起来 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在直 没有拐弯的时候没有在侧切到浪边的时候 你可以一直被推起推动起来 但短版不行 短版的话它的浮力不大 如果是直接推的话 可能浪最大的时候那个浪尖推动你一下 剩下的时候你站在板上是会把板压下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短版的话 就是马上侧面拐过去 拐到沿着这个浪的风往旁边滑 不断的通过这个浪风来推你 然后甚至是要跳动 跳到浪上面然后冲下来 这样你才有可能一直在浪上玩 那我后来就放弃了 就是一直直的或者站起来 我就不再站起来了 我就试着就是在板上起来 板上推动之后就往左边或右边 抱住那个板把它给撤过来 把它提起来 如果不提的话你是会被打翻的 你要反的方向浪从这边 你要提左边 这样把那个板给撤的这个浪风去推动 那我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虽然没有起来 整体感觉就是我今天的浪就冲的 就有点像拿冲浪板来冲浪板 来冲这个boogie ball的感觉 还有的话短板的话 它确实比较灵活 它也不容易被打翻 因为它短 而且左转右转的话 切的话都比较容易 因为它短 唯一就是说目前我上板还挺难的 我想先把那个就是左右这样的 先转练好 就能测过来 能感觉到 那么就是我不着急去上板的话 我能感受到这种被推动和再转过来的这种过程的细节 这个分解动作 能感受到 那两个孩子也玩得挺开心的 那个医生穿着这个衣服 然后也在一起玩水浮沫 凭着浪冲 然后Chris的话就是就更大胆了 然后开始用那个倒手自己的一个人在冲 然后后来拿了我的冲浪板冲也不太怕了 就是但不要小心不要拔 我非常担心它会被板砸到 所以这个它得注意一下 我就一直在盯着 很棒 它玩起来的话我也很开心 我们玩了蛮久的 我们玩到了两点多 大概玩了三个小时吧 差不多两个小时 那后来我们再去Jack and the Box 吃东西 这是Chris最喜欢的 Timing Cuttle Timing Cuttle uting Cuttle F B